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是先吹了邓涵文的反规吧 转右路 邓涵文 左脚直接选择了打门 漂亮啊 严俊玲完成了铺镜 脚球 邓涵文这个球选择了向左边切 确实比较反常规 因为他的优势角并不是左脚 张林鹏对位防华莱士 一点投球 这个球刘一鸣吧 没有顶上啊 三阵的这个战术多了 但是中路基本上就没怎么抢到过 蔡玲康 蔡玲康这速度跟谢鹏飞是确实拼不了了 看这回 这个人 他在这里进人的数量关键 谢鹏飞 谢鹏飞要直接打 谢鹏飞这脚打门啊 有一点勉强最后呢 他其实是力量不大 一直想把球调到左脚 是 但是调不过来 对 所以最后就改了这个逆组 踢的确实有点别扭 虽然完成了射门 但是显然这个球质量并不是太高 都是需要适应 不是 这三年现场没人给加油了 看个这球 吴雷 速度 哎呦 这俩子撞一块了 吴雷 看吴雷 扣回来 吴雷直接选择着传球后点 有点大 奥斯卡 差了一点啊 哎 好球 还有 还有 就是这个速度 还是说现在这个状态没调正好 脚垫有点发沉 美超 左脚 没压住 阵型现在已经全散了 是 看韦朝要直接选择打门 哎呦 脱口了 新闻来了 1比0 武汉三阵领先了 但是我们要看 举齐了有可能 看看吧 应该这个有VR 举齐了 越位了 韦朝这脚打得 啊 越了 真越了 更是越了 严峻领准备不充分 我们看这个球 打后点 停下来了 能不能 没挤过去 脚球 但是到海港之后呢 他的球权没那么多了 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发挥 我们先看这球 武磊 大球区里的人 就一个 传起来 平科 来了 宝林医奥 刚刚替补登场的小宝林医奥 这甚至是在上场之后的第一次出球啊 接到武磊的助攻 小宝林医奥一箭封喉 上海海港客场领先武汉三阵了 这一脚打的是真脆啊 对 而且这个球 我觉得啊 关键的有两个点 第一是麦迪江那个一脚出球 是 拉到边上之后 这球过了 他没停 直接一脚塞给武磊 武磊下地之后 其实第一时间 发出距离只有一个人 势不可挡 就有机会赢得我们的丰厚奖品 快发出来 奥斯卡 直接选择了打门 击中了力柱 上三 真是想到 先看这球 看乌磊 还有奥斯卡 漂亮啊 奥斯卡状态这会儿抽来了呀 打了一个离柱 这又完成了一脚远射 上面这一波啊 关键他推得很靠前 这个焦点不太好调的 乌磊 真快啊 中路两个人 奥斯卡和宝林医奥在包抄 看乌磊 乌磊 选择直接打 二比零 小宝林医奥 没开二度 替补登场 乌磊两速助攻 小宝林医奥 没开二度 替补登场的小宝林医奥 成为今天比赛的英雄 乌磊两次送出助攻 乌磊此前啊 其实曾经五次 攻破过刘电座的球门 那今天呢 没进球 送出了两次助攻 这个球呢 乌磊第一下过的 就看着乌磊的特点 太快了乌磊 乌磊现在也是 现在应该是攻破刘电座 球门此时最多的球员了 捅这一下 看宝林医奥的位置 一直在往后边拉 在往后边拉 为什么没人盯着呢 是因为这个 实话实说呢 乌磊虽然这助攻 肯定是算乌磊的 但我觉得有点运气 球员 比赛时间马上到了 再打给小鲍林医奥 停下来了 真打呀 看他怎么选择 倒三角 奥斯卡 再坐过来 右路 这边上的有点慢 是 好 这时候财备员 吹响了全场比赛 结束的哨音 这样依靠T5登场的 鲍林医奥的 没开二度 上海海港 在首轮中超比赛当中 客场2比0 战胜了武汉三阵 中文字幕组